宝鸡是上西的第二个大城市 所以我们就开了在宝鸡的餐厅 我们以后也开餐厅在上西里面 那现在我觉得宝鸡 我们这边开了餐厅觉得很好 因为宝鸡的人 他们喜欢我们的菜 哎呀 这话挺值得这钱活的 这外国人像在咱们宝鸡开饭店都能开 能让他随便增咱们宝鸡的钱 咱还不得看他一下 这一月份八月份 来这边相关一下 考试一下 还有那个时候我觉得这边也不错 可以开一个餐厅 9月份27号我们就开了 但是真正的可以是10月1号 还有办那个什么所有的治疗吧 很方便 比如说办了那个营业节奏 我们就去了三次就办了好 办好了 你说开做开吗 这德威和他老下 泡到报纸大姐肖像头死起来 把报纸的好吃的吃了个鞭 你看头吃辣椒的时候就被人配下来了 他得似也学过绳子兵法 只记直臂 抢咱报纸饭馆的声音 保纸的美食和我的印度的美食 口味差不多一样了 因为这边有一点辣 还有一点一点酸嘛 我习惯保纸的什么扫子面 还有泡沫 还有两片 还有几个菜 我习惯 不单吃了美食 德威和老下 还光脸报纸的面镜 看样子还不像揍的 我住过保纸的 这个玩的地方 比如说住过那个什么树谷啊 还有精彩馆 还有科兵 住过几个地方 但是我还喜欢去 很喜欢去那个什么 泰拔山 但是泰拔山又有点远嘛 所以需要两三天 但是我以后就肯定要去到那边 保纸人真的很热情 非常好 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做朋友啊 很开心 我觉得我还有可以在保纸带 很长时间 挺人啊 印度人一说 原来咱暴几这好的 哎 我这咋一直都没发现你 在咱暴几工作 生活的外鬼人还人不少 什么外交 拱城市 死死等等 当外鬼人开餐厅 这在咱暴几是开舔PT头一哥 光辉所 非常非常好的 的印度老伴 通过德威反一舍 暴几里斯恨有救 是死仇子路上的城市 暴几的未来会很美好 是死仇子路上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